NBL全國籃子籃球聯賽總決賽第二戰 香港金牛拉繼續作客對著安徽梅 這場比賽非常精神 一開球已經有一個領前優勢 金牛拉今天整場比賽整體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 中施這裡就是偷賭對方的最好價值球員 楊文博的手上球順勢做個快攻上籃 來到第一節的最後一擊 看到Ricky楊瑞琪有上陣時間 也做到一個很漂亮很精彩的壓哨插板球 結果打完第一節 金牛有一個17比125分的領前優勢 來到第二節的時間 其實戰況和第一節都是沒有什麼分別 金牛在防守上做得很出色 這邊有很多快攻的機會 董健繼續有很好的演出 然後這裡看到楊文博入了一個3分球 這個也是整個上半場 就是安徽文一唯一的一個3分入球 其實打到這一刻 看到金牛已經領先僅16分 又看到一個成功的偷球做到一個快 又是董健 董健在上半場我們看到他打得非常活躍 有9分的進槍 打得很好的 除了董健之外還有馬治 馬治 今天在上半場 在一個防守上面很舒適之餘 進攻也有11分 再有一個3分入球來自余柏林 余柏林 余柏林這樣打正選 小豬豬重穩因為有受傷的情況 今天未能夠上陣 余柏林就出任一個正選的3號位置 馬治除了有一些橙籃快攻的能力之外 今天連3分都有了 越打越順 結果打完上半場 看到金鵝領先51比27 來到第三節的時間 看到安芬文一 曾經有一段時間 連續入了兩個3分入球 剛才看到高錦衛有一個3分球 這裡看到薛博文也有一個3分的入球 迫到金鵝是叫了一個暫停的 較的時間 看到中司是有四範要被逼退下火線 不過沒有問題 馬治在這一段做過進攻相當至出色 剛才接到卡頓的傳送 接著董健繼續有神勇的發揮 全場有3個3分入球進帳 有15分 接著今天見到在安芬文一方面 有3個外援 以基倫和達算是發揮到應有的水準 全場有28分的進帳 當中有2個3分的入球 他定另外一位王牌的外援球員 其實Dakari Johnson 今天打得一般的 全場只有9分 新反金鵝今天有5個球員 得分上箱 得分最高的是中司有27分 馬治也有17分 東健有15分 劉傳卿14分 12個籃板 另外卡頓也有11分的進場 最終這場比賽 我們見到金鵝能夠以94比71 23分之差 大聲安芬文一 總場數追成1比1平手 總場數追成1比1平手 總場數追到4公分 也行 替岩